大家好,今天来到新送聊投资,我是James 现在是美西时间12月24号,下午差不多1点20分左右 来到圣诞节了,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Happy New Year,新年快乐 好,我们的频道就是只有谈投资 你如果有什么政治或者是宗教,你不要在这边留言 我们不要产生一些对立 政治与宗教其实是蛮个人化的 所以你如果有你的想法,我想尊重 就是不要在这边留言 其实政治、宗教没有对错,只有产生对立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把政治跟宗教藏在你的内心就好了 不用太跟人家对谈,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的立场 还是一个免责声明,投资有风险 大家需谨慎,对不对 同时风险很高,有时候会一个泡沫来,你可能就会亏损掉七成 所以投资要自行决定自行负责 我们还是尽量建议 就是大家要将资金比较快速的投入 你有钱就买进,犹豫不会让你赚钱 索罗斯他之所以可以赚钱,他就是看到市场的错误 他用直觉跟常识来判断 市场的机会跟市场的定价的错误 持续量化宽松利率永远停在低点 这造成贫富差距 负者越富,穷者越穷 在美国的,你如果有IRA的,你要赶快 年底的要赶快转到Roth 通常我这个转换都在年初就转了 因为相对于年底、年初,当然价钱比较低嘛 所以你转过去,那今年所赚的钱,未来就不用缴税 你如果IRA不转Roth,你的IRA现在有八十万 那你到了九十岁可能会涨五十倍 你就会达到两千万 那你所缴的税就是两千一半,四千万 你涨五十倍,八十万涨五十倍,四千万 那你一半缴税,你就会要缴到两千多万 不划算,所以要赶快把IRA转到Roth Room的员工,当然之前一个礼拜前发生 一个Room的员工被美国FBI抓起来了 那他是因为关掉了六四运动的一个 一个几个Room的那个chatting room 一个几个Room的meeting 那他是执行中国的法令 可是中国的法令这样子做,就违反了美国的法令 所以他就被抓起来了 他可能是美国人,美国居民在中国上班吧 所以他是中国的公司 中国的Room在中国,跟美国这个Room 其实是有切割开来了,是不同的公司 所以中国的Room是执行中国的法令 美国是美国的法令 那你如果是你的ID你是中国的Room的话 那你就是要A account 那你就要遵守中国的法令 越有经验的人,投资者 那其实越仗越高啦 因为你的想法太多 你过去认为的 跟我们所说的其实有落差的 所以你会发现 你没办法很Smooth 你有很自己的idea 你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就没办法买进长期持有打死不卖 你就是要操作 这就是你的业障 就是越有经验的人,越有这个问题 犹豫只会让股价越高啦 投资举止最大的障碍跟最大的错误 就是犹豫啦 你年初不投资 到现在股价又是涨那么多了 虽然中间二三月跌那么多 你会吓到 可是其实你若不要受到市场的惊吓 你还是可以很好的获利 今年的获利还是蛮高的 小资族要不要买零股 买一股两股 其实在台湾的话 你可以三千块就可以买一半的基金了 你不要 不一定要买单一个股 不要做劳工 大家不要做劳工 要做资本家的主人 你要做公司的老板 你虽然短期是老公 可是你总是要慢慢慢慢的都变成老板 脑袋里面是老板的脑袋 而不是老公的脑袋 你以为你一定要天天去工作赚钱 才能又养活自己吗 不是嘛 美国的货币是全球的灾难 美国的货币是全球的灾难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因为亚洲人受的教育就是投资理财教育 没有投资理财教育就是做劳工 是劳工教育 是一种劳工培养的教育 所以大家要唤醒自己的民族自觉 因为这个是被奴役的 我们虽然中华民族受欧美的侵略 那可是现在的侵略是没有声音的 是用资本来侵略 可是你的公司 你的人 除了土地是你的以外 你是劳工以外 其他的上市公司 你大部分好的上市公司 都被外国人买走了 那你就是只有剩什么 你只剩老公 那公司是别人的 那其实你已经被侵犯了 只是他的名字不是东印度公司 他就是什么台积电 其实台积电把名字换成东印度公司 你会你感觉怎么样 其实本来就是人家的公司 所以你要做对投资 把那些公司买回来 或者是你做美国公司的老板 投资没有百分之百确定的 有时候还是会错 可是你就是要避免 那个错误发生的时候 你那个风险最低 还有就是投资本来就有风险 所以你买进去的时候市场下跌 你要容忍 你要忍受这个错误 短期的错误 短期的下跌 社会福利金你越早提领越好了 我们等一下会做计算 你就是62岁半就可以领 你就赶快领 领完之后自己去做投资 过了五年到七十岁 你所增加的财富 每个月还可以拿十 每年会增加10%的话 你所增加的财富就 你领的不会比 比我七十岁再领来的少 然后会比他多 退休安不安全安不安稳在于你的资产多不多 还有你的消费 资产跟消费之间的相对关系 而不是年纪 跟你的年纪没关系 你像我五十岁退休 那五十四岁退休 那我的 跟你六十四岁退休其实是一样的 只要你的钱用不完 那就是安全 那跟年纪没有关系 你的投资安全不安全 是跟你的投资比例有关 你单一个股不要压太大 这就是你的投资风险要控管 很多人会想说 James有没有其他好的股票 我当然知道找越多 其实找越多有没有越好 其实说实在的 如果找一两只很不错的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有特资 你有投资 那已经很不错了 那要找到 一直要找好股票干嘛 你要折磨自己 够了就好了 够了就好了 够你发财 那当然如果有好的股票 我也想 可是我也不想努力的去找 我跟大家讲过 你越努力去找 你越要挖到炸弹 你捞回大白沙 不要刻意去找 你投资范围内 如果好公司 自然会跑到你眼前 你可以去找 那代表不是你的能力全的范围内 不要去做 我们谈的拥抱开放社会 这不是政治 我们只是在知道说了解现在市场 为什么 现在国际局势 为什么是这样子 那用到我们个人投资的话 你就是要知道 就是你是要用开放的心胸可错论 就是说你要接受你投资有错误 有一个人留言 就是中国的房地产 他15年赚12倍了 那他是不是应该卖掉转买QQQ 我说当然应该是 因为你的房地 中国过去15年房地产的黄金时期 你涨12倍 可是QQQ11年涨13倍 对不对 所以QQQ可以一直涨下去 中国的房地产 而且房子只是越住越老 越住越旧而已 他哪值钱 他只会越来越不值钱 房子需要管理 需要很多问题 世界没有确定的事 不要去预测市场 世界没有确定的事 不要预测市场 你只有发现市场的定价错误 你才能够获得超额回报了 你发现这个错误不是用计算 不是用计算 而是用你的逻辑跟你的尝试 去看这个商业模式 当你获得名利的时候 你会想做什么 你还会想赚更多钱吗 还是你拿这个钱来做什么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一个理想 那我的宗旨就是教大家投资 教大家富有 教大家做资本价 不要做劳工 我不是说劳工不好 可是你不能一辈子一直劳入命 你出生下来就是要做劳工 要做劳力 要一直上班到死吗 我看有些人就退休了 没工作了 那可是资金还不多 他只得去再去打点零工 那是很可怜 我们人生就这样子 不应该 不建议大家买ARKK的基金 买太多 当然他距下很好 我也知道 可是他毕竟还是一个主动型基金 适可而止 你投资赚的钱 比如说特斯拉你赚很多钱 你不用把特斯拉卖掉再平衡 不用 你不要去做割花种草的事 我大部分就是让会涨的继续涨 我们有一个投资的标准答案 这个标准答案我念给大家听 就是你的资金大部分都买进QQQ 7成或100%都买QQQ就可以了 不然的话你可以最少买7成 那其他的30%3成 你可以去买个股 那单一股票不要超过你的投资的5% 买完他如果涨上去比例有改变 你不用去做派再平衡 那买进时机就是有钱就买 长期持有打死不卖 就这样子 这是我们不用想 所以你如果想一想你要问我 可不可以买吗 现在股票太高了 要不要买了 那就想想这个答案 有钱就买 跟市场涨跌没关系 不要买保险 大人买保险都亏损了 帮我把小孩子买保险 他亏更多了 这不是重不重要的问题 如果从拿到投资的角度来看 都是错错错了 苹果苹果如果要做电动车的话 那特斯拉就应该要大涨 因为什么再次证明特斯拉是对的 OK 纾困越多股价就越涨 资产就越涨 因为钱就不值钱 纾困越多利率越低 资产越涨 那穷人把钱 纾困钱资金划掉 公司就获利增长 业务增长 那有钱人的纾困金去买股票 没钱的人纾困金只能把它花掉 那这样子最后的贫困差距就会越大 我们会讲一下数位货币造成美元持续贬值 所以比特币会越来越风行 可能会被一般人或企业银行 甚至国家拿来当做储备货币 那在那个时候 美元长期区别的趋势可能就形成了 而且美国又印那么多钱 而且美国又用长币管辖 用美元来制裁别人 那这样子慢慢全世界以后 你的货币只有在你国家用 没有人会持有另外一个国家的货币 中间的交换就是比特币 我想中本充可能是不是看到美元的问题 我不知道 不过就是比特币真的会创造一个新的货币世界 我们PayPal的功能值得大家去投资 PayPal也是我们建议的其中一家公司 你如果没有PayPal的 那你应该可以买一些 当然要注意不要买太多了 买个5%就好了 因为我们会讲一下PayPal的一些功能 那在台湾的台湾也有PayPal的APP 那这个是PayPal的APP的icon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是 这里是这个 PayPal Mobile 这是我的 那在台湾的话 你就看PayPal的 你把你PayPal的功能 让我知道一下 因为我 我等一下会讲一下我们这边 我美国账户的PayPal功能 那你看看你的PayPal功能 有没有增加 你们的台湾的PayPal 可不可以买股票 可不可以买股票 可不可以有钱转给别人 可不可以买比特币 我们美国的是可以的 好 有钱就买进 单比的绩效比分批来的好 所以你有钱单比买进就好 不要分批 折磨自己 分批只会折磨自己 单比买进的话 绩效还是比较好 台湾你想投资台湾的 你在台湾的 其实你买台积电就可以了 那你想投资美国 你就买00757 00757 其实是FANG Plus 他就买十支股票 他就买十支股票 那就比较贴近美国 他是百分之百复制 不像台湾有些ETF 根本不是百分之百复制 那绩效就比指数差 他这个是百分之百复制 00757是同一证的百分之百复制 复制指数 好 市场 我想我们看一下市场 这个我想我就不细细看了 今天特斯拉还是涨了 那Room还是跌了 那我们有投资Room 那短期内看起来Room的 我们所希望的那个功能 可能还没有发酵 可是我还是会持续持有 对了 你们如果买Room的人 你短期有亏损的 你是可以把它卖掉 实现亏损 那可以报税 年底的嘛 那你卖掉之后 你不能再买回 一个月内不能再买回 那你卖掉之后实现亏损 因为我们之前的NEO 其实有赚很多钱 那你美国居民的话 你可以把Room卖掉 你去抵税 抵税 那我的Room没有卖 那因为我的 买Room的时候都是用我的 退休账户 所以那个没有税务的问题 那你们Room如果是在一般的 blockage account的话 你是可以卖掉去抵你 之前NEO赚的钱 那我们看一下00757 00757以前有看过 就是台湾的 那他的持股就是这十支 这十支 你看都是8% 9% 加起来就应该说 将近100% 百分之百% 其实他今年到现在回报率 将近九成 89.81 还是不错 所以台湾你如果不要去缴手续费 买基金加手续费 或是买那个 付委托 那你买00757就没有手续费了 他 对 他没有 他也不发股息 那他的资产是1.1 这应该是台币的 好 那市场我们不细看了 今天有很多事要讲 那这里是我们的官方网站 所以你们可以在这里 看YouTube跟那个 不要买保险 你买的保险 所以越买越穷 保险不是投资 那你说保险只是保险 我跟讲保险就是穷人买的保险 不注意保自己 没有办法 那你富人不用保 所以保险只是浪费金钱 就这样子 我们这里有一个保险的真相 下面有连结 你可以点进去看 这是我们标准答案 最佳的投资组合 就是70%到100% 买进指数基金 那我现在介绍就是QQQ 那你台湾就买00757 那不然剩下的30% 你如果还有剩下的 那最多就是30% 就去买个股 那每只股票不要超过5%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影响市场上涨 市场就会一直涨涨涨不停 那你买进长期持有 但是不卖 你就富有 这是我们标准答案 OK 对于新来的人你可能要记得 你要问问题之前 你就想想看你的问题是不是这标准 大家已经回答了 不要做期货期权 像索罗斯也不做期货期权 因为那是无法计算的 你干杆绝对会让你破产 不要一次中压 单一个股你就买5%就好 你如果有问题 建议你是多看几个影片 尤其我们医院的影片 你看完了你有问题再问 我很欢迎大家留问题 绝对是喜欢大家留问题 你有问题你尽量问 不要担心 那你自己思考过了 你有问没问题 你们的留言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 很重要 投资你可以赶快去买进 买进那学习慢慢来 OK好 市场天天都上涨了 很美好很快乐 现在又是Christmas 大家都要非常的幸福快乐 你费很有钱 你股票天天涨 你就过你的幸福快乐 非常美好非常的快乐 我们YouTube不放广告 所以而且我的教课也都义务的 所以如果有上课 那场地找不到 我也可以租场地 没问题 我付钱都可以 你要相信一个在市场会自己赚钱的老师 你不要相信收你费用的老师 他还要收你的费用来过日子 那我都不知道他投资到底成不成功 如果投资成功的钱是花不完的 那投资教育只是他的 对我来讲是一个人生目标 这是一个我来付钱做这个事情 绝对我非常乐意 就好像索罗斯为了他的理想捐了很多钱 为了开放社会的理想 他捐了很多钱 几百亿美金 他很乐意 所以你如果还有一个老师需要收钱的 那我是觉得要善事一下 当然我想像缺右上老师的课 他虽然是收钱 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 这是很难得的 那收不收钱 其实对他来讲 那我就不予置评 我想他有他的目的 他可能有其他的mission 他可能要创造更大的 那因为收钱 对于很多一般人就缴不起 五万块不是一般人能缴得起的 所以我们投资理念是要广回宣传 让本来没办法翻身的 可以借由投资翻身 做成单上资本家 所以如果收钱的话 就会排除掉很多 我们本来应该要让他们理解 他们接触不到的投资理念 我们该让他接触到 所以当然对美国人来讲 像缺老师他可能思想比较欧美 他就是有付出需要有所得 那你有所得你就要有所付出 不过那是少数 我其他看到的 如果你有些投资工 或有些名嘴 那你就不要听了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留言 订阅按赞 分享转发 分享转发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理念就是要广为宣传 订阅留言 你订阅人数越多 可能对我们的帮助越大 按赞 他会 YouTube会帮我们推播 留言的话 对我来讲很重要 因为我会回答你们 那也可以帮助我自己思考 大家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 OK 投资比例不是很重要 你只要你觉得你OK就好了 那市场会跌很多 个股会跌更多 市场跌三成 个股就会跌七成 OK 市场如果跌七成 那个股可能就跌到快零了 那你重点是你尽快买进了 你现在知道风险也没用 你就是长期持有 那个风险就不见了 你若是短期持有 那风险就会来 因为短期风险很高 十年二十年就是会赚钱 思考太多会阻挡你 不会让你赚钱 然后思考太多 不会让你赚钱 你就要赶快买进去 买进去 资金才会开始增加 现在是多头市场 我还是跟大家讲 现在是多头市场 还是会继续涨 涨不停 那你以为说 James你又在预测 我不是预测 我是用个大方向 你如果现在不投资 还待何时 2000年的泡沫 2008年泡沫 我身在其中 我知道那是什么样子 现在不是 现在不是 现在市场还很便宜 索罗斯能够看清市场趋势 他是用直觉 他简化他的投资策略 我们也是简化我们的投资策略 就是买进指数 所以他不做选择钱 你的币风险 很多人用期货期钱 就是option来做币选 那不必要 那只是浪费你的资产 消减你的回报率 索罗斯所用的就是尝试的判断 尝试的判断 非财经理论 他都是能够先人 比人家先一步 就是你用数据的话 你一定晚人家一步 那你如果看到特斯拉的这个商业模式很好 你就买进去啊 买进去之后财报好 那是已经事后的事了嘛 事后的事 所以你要能够解足限定 你一定是要用尝试 用商业模式 才能够比人家早 政府 发行大量宽松货币 这个你就要知道他一印钱 那资本市场就会涨 然后货币就会贬值嘛 因为钱越来越多嘛 那做生意就越好做嘛 现在每个人要 美国每个人要发600块 那有钱人把600块拿去投资 没钱人把600块拿去花掉 那这个消费就会增长嘛 增长的公司就会赚钱嘛 那有钱人投资的股票就会上涨嘛 那就造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当30%的人都失业的时候 很多企业永久关门的时候 这些30%本来是中产阶级的 就落入贫穷 那他们很悲哀啦 就是爬不起来的时候 那真的是难上加难 那利率又调那么低 股价跟房地产就涨那么高 尤其是房地产涨那么高 就是没有道理的涨 没有不合理的涨 那这样子政府不敢升息啊 因为你升息的话 两件事情一升息的话 这些穷人会更穷 更难过日子 那房地产会崩盘 所以也不行 经济会垮 所以不行 所以你要知道 为什么利率以后 应该很长一段时间拉不起来了 拉不起来 因为拉起来的话 这个底层人员会受伤 那上面的资产会下跌 经济会崩溃 所以 这是央行的两难 那当它利率那么低 宽松货币那么多 最会造成平衡差距很大 了解吗 你可以想象一个景象 就是穷人在穷人顶着这个经济 因为他们花费 那穷人那个柱子是央行发给他的 叫他顶住 让他顶着 那这个整个经济跟社会上层的人 就在上面开party 下层的人就只能苦苦的抱住 顶住那个柱子 可是你觉得央行敢把那个柱子拿走吗 敢把资金取走吗 当央行把资金取走的时候 压下去就压到那些穷人 虽然那些开party的人 在顶层的人 可以往下掉一下 可是 舞躁跑马躁跳 所以 这个是现在社会的情景 IRA转Roth 你夫妻在美国共同报税的话 八万块左右是22% 那有两万块的免税额左右 所以你差不多十万块 就是在22% 那如果你是长期回报率的话 这十万块 如果这收入都是长期回报率的话 就是免税 可是你如果IRA转Roth 就会变成Ordinary Income 就是一般收入 那一般收入就要缴税 你就缴22% 那你若转17万的话 你要缴24% 那你若IRA的资金非常多 像我非常多的话 那我就得转三十几万 那我的税率会达到32%左右 那 你如果看看 你若IRA的 里面的资金真的很多的话 那 那你的10%都已经转不完了 那你就要转15% 那来到了32万 那你就只转32万 也不得不了 那你大部分我都年初就转 年初就转 那今年2020我早就转 那2021年过年一月份 我就会开始转 有些事情是必要之二 因为不得不 那很好啦 我们IRA的账户 赚那么多钱 赚到转不完 那就是我们算是很幸运的 那就快乐去缴税吧 更富有 不然你拖更久 就以后要缴更多了 所以 ROOM的这个员工其实是中国公司 他执行中国的法律 那很不幸的就是 他执行中国法律 是违反了美国的所谓的他们的法令 所以他把它抓起来 那 那美国的ROOM跟中国的ROOM是分开的啦 是 中国的ROOM应该算只是经销商嘛 他们执行中国的法律 所以 中国人用ROOM 用中国的账户是需要遵守中国的法令嘛 所以 这是ROOM的状况 你在市场越久的人 你的业障就越高了 要小心 你们小小信心 进进出出 因为你们太紧张了 那也不敢大笔投入 有的要sell put 这个 没有必要了 没有必要了 直接买股票就好了 愿意相信我们 而且执行的人其实蛮少的 那你如果能够做 其实是蛮有智慧的 那我们经过 像我的话 经过二三十年的这样子的经验 告诉你 而且还免费 当然你应该相信嘛 因为我就是靠投资赚钱的嘛 也是 我十五年 我已经退休十五年了 那 我就是这样子 财富越来越多 那你不相信我 那你要相信 那个Sony 你会费的人嘛 太过小心犹豫 终将失去机会了 投资真理立即行动 就会富有 你犹豫 只会丧失机会 有钱就买进 有钱就买进 不要等待 不要犹豫 你等待犹豫 只会等股价越高了 不要有自己的想法 用我们刚刚的标准答案 QQQ买70%或100%就好了 台湾的买0075G台积电就好了 赶快买进 重点是赶快 不要犹豫 只是股市要回来越高 那你买进之后会震荡 就让它震荡吧 你讲白一点 你预测市场 你害怕都是垃圾 那都没有用 你要告诉自己 那些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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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预测 自己的感觉都没有用 买进去才是硬道理 台湾的小资组 你有3000台币 就可以买一般的基金 我们四支基金 下面影片下面都有资料 你们可以看 就是你就买富兰克林高科技基金 摩根斯坦利美国增长基金 出权的累积型的 那再来就是 背来的世界科技基金 还有一个摩根基金 美国科技基金 四支基金 那你小资组 你就用3000块定期金额买 最少3000块 你可以如果一个月可以5000块 你就扣5000块 我们在资本主义之下 你若懂的话 你就可以思想喝闹了 你要做资本主义的主人 你要做大公司的老板 了解了吗 所以你要做老板 你要做老板 你不要做老公 老公只是兴趣做做就好了 你做老公的钱 不会比投资的老板的赚的多 你如果老板赚的少 你赚的多 那就谁要当老板了 谁要开公司 而且这些上市的公司 成功公司这么多 你随便买几支 你指数买了 你就互有了 你干嘛一直苦苦的做老公 好 美国的货币全球的灾难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篇 OK 我们慢慢讲 就是美国经济循环 搜刮全球的资产 我告诉你怎么搜刮 美国经济当然有循环 有泡沫 有泡沫 有衰退 当美国资产泡沫发生的时候 美国就会印很多钱 那印很多钱的时候 这就是量化宽松 量化宽松利率会下调 下调的时候美元会贬值 那你觉得那些美国的金融家 银行 投资银行 他们会做什么 他们一定是把美元卖 换成 他就把美元 就转到新兴国家 汇到新兴国家 汇到新兴国家 那新兴国家资产就会上涨 那假设这个新兴国家 他有我们简单一点 他有一百亿好了 他有一百亿 一百亿美金的外汇存抵 他辛辛苦苦做了十年 他有一百亿的外汇存抵 那美国就很慷慨的 也坏了一百亿好了 一百亿进这个国家 这就热钱 进去之后 他换成当地的货币 假设像台湾 他当地的货币 他就换成三千亿了 三千亿 那三千亿他就是什么炒房炒股票 那炒得很高 炒到很高之后 他这个三千亿台币 就会涨到三万亿 涨十倍 就涨到三万亿 三万亿之后 美元的经济变好了 美国开始要升息了 那 这个三万亿他就给他卖掉 就要转回美金 那那个时候台币又升值了 他是变成 假设是25块对1块台币的美金的话 变成25块 好 那你三 这个 三万亿 三万亿除以25% 三万亿台币除以25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三万亿除以25 你要他就可以汇出 一千 一千两百亿美金 那你本来自己的外汇存底 辛辛苦苦做了十年有100亿 再加上 这个汇进来 当初汇进来100亿 你总共外汇存底有200亿 可是这次他要汇出一千两百亿 你要欠他一千亿 一千亿美金 那这个国家不就破产 这个就是亚洲金融荒暴的原因 所以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说 亚洲人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事 做了二三十年 赚了 一百亿 结果被人家汇进来一百亿 他一百亿赚了 十倍好了 我们就很简单讲 赚了十倍 那十倍变成一千亿 一千亿他要汇回去 结果你只有 你的存底只有两百亿 那你还道歉他八百亿 就这么算就很简单了 那OK 所以 这里就是辛辛苦国家的资产 因为美国投资银行 大量的将美国汇入辛辛苦国家 造成辛辛苦国家资产的上涨 货币上涨 美国投资银行造成辛辛苦国家资产泡沫 那当这个泡沫一破裂了后 美国资源家就在泡沫的高点把资产卖掉 汇出 那会要汇出更多的美元 辛辛苦国家的外汇存底就会不足 外汇存底就会不足 那就会造成辛辛苦国家金融风暴 像泰国 泰国常常在信融风暴 然后上次的韩国也是亚洲金融风暴的重心 就是因为这样被搜刮 你辛辛苦苦做了十年二十年 赚了那么一点微薄的外汇存底 一次的金融风暴就把你全部扫光光 你们又回到解放前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赌博 假设你辛辛苦苦做劳工 你到了资本市场又被人家搜刮走了 你不是很冤枉吗 辛辛苦苦做了二十年 结果钱还是在股票市场或投资上输掉 这是辛辛苦苦做了几十年的劳工 赚取了微薄的外汇存底 因为一次的金融风暴 所以就被搜刮走了 道歉美国一把 所以我们这个投资教育是一个革命 就是要唤醒民族自觉 大家要记得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 人民要认清金融业集体垄断和失败的金融投资 所以我们要唤醒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民族自觉 你要抵抗世界资本主义强权的侵略 那你要捍卫自己 你要做投资 反而你要反过来侵略他们 再来是个人 你不要一直做劳工 你要做资本家 我们不可以工作一辈子 大家对Room还是有疑虑 那我也讲一下 我对Room还是有他的信心 可是会不会错 有可能 那我简单讲一下 Room就是他能够走到今天 不是没有三两三不能上两三 所以今天Google Microsoft 他们很厉害 那为什么 那个 Cisco 为什么会让Room 涨到今天这么大的 而且是最活跃的一个APP 就是有他的能力 那这些大公司内部 当然有这些开发小组 可是其实这些公司真正赚钱 是从别的地方赚 这个部门应该所得到的资源 还有他的人力品质 当然不是他们主力产品 那么好 还有另外一个观念 就是一个简单的产品 你不见得每个公司都可以开发了 像TikTok 是不是Google Microsoft 就那么简单 你为什么Google Microsoft Apple做不出来 Facebook做不出来 所以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 每个公司要做都会成功 Microsoft有太多东西 他每次一做就失败 不是吗 所以 Room他的成功有他的硬道理 那我们也不是说他一定是正确的 不过就是我就是买了等他商业模式发酵 那现在当然大家不太认同 Pandemic是不是要过去的 大家觉得他应该没有一个价值 那我不认为了 长期投资 我觉得这个Room的商业模式还是对的 他应该会赚钱 那你如果担心你就不要投资 那你如果投资 那你最好要注意就是我可能会错 那我如果错了 你不要大笔投资都压在Room 懂吗 这是给你们的一个建议 还有我的看法 所以投资你有可能会错 我也可能会错 所以单一股票压住 不要超过5% 就如果你有亏损的 比如说你Room最近买了 你有亏损的 像我Room买进去 我是500多买的 那现在有亏损 可是我是在退休账户买的 所以我也不能卖掉抵税 那你们是可以卖掉抵税 那你之前你有是有赚很多钱 我们换了 所以你应该可以在年底 赶快卖掉Room 那你卖掉Room之后 30天不能买回 我就认为卖掉了就不要买回了 你就把它换到QQQ去吧 就这样 领起社会福利金 越早领越好 你如果 完领的话 你本来65岁可以领 那你完领的话 你就会2000元 那到了70岁再领 那你就会每个月领2938元 可是你如果65岁就开始领 那2000元拿来投资 那你还会暴力死 累积了到70岁 五年六年 那你的资金 这就会来到15000块左右 那15000块左右 每年就可以 每个月当然就 就会增加1543块 那加上 你每个月都有领了2000块 那你每个月到70岁 你实领其实有3543 会比这个2380来得多 对不对 而且你的本金 这里15000块 还在你口袋里面 每个月领的 那当然这个15000块乘以12 12的话 你手上还有很大的一笔资产 懂吗 15000块乘以12 你手上还有 你手上还有差不多 18万20万左右 那每年涨出来的资金 分配到每个月 你就可以分配到1500块以上 所以为什么说越早领越好了 那你如果 像你到70岁一定要领 那你最多也就是量2938就打死了 可是你如果自己拿回来 那你自己开始到71岁再花 你每个月就增加一 你的资产来到18,000 18,000 那每个月的资产来到18,000 那这个当然是用月算 那你每个月可以多领18,000 每个月十领3800 就是你每个月可以多1890 一天 十领 这个不对了 这个是 以大的个二十百千万 那这个就是 那这里2000 所以这里是7983 3897块 3897块 越早领越好了 安稳的退休是跟你的资金跟开销有关 所以我们常常讲 你如果有一百万美金的资产 那你退休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一年开销就用三万块 三万块 那你如果花超过三万块 你就有风险 那你如果三万块都不投资 那你风险更高 很快就花光光 那你如果是 有去投资 那做对投资 只买QQQ 那你每年花三万 你永远花不完 那当这个一百万增加到 两百万的时候 那你每年就可以花六万块 开始花六万块 所以你差不多一百万 涨到一百五十万的时候 你就可以 开始花四万五千块 一年 那慢慢你生活还是会增加了 不管你下跌 如果资产下跌 你还是照你原本的三万块 或者是四万五或者增加的 那没关系 因为我们就是 我们 那我们 我们花三 花你资产的三百分 就是要能够抵御这个市场的震荡 选个股和选配偶一样 你一定要小心 不然等到你要分开的时候 这个损失就很大 也要缘分 所以选个股没那么简单 不是随便抓来就选 不是 个股 我们已经给你五支六支的 够了 所以 我也不会太努力的去选个股 我这样买完就算了 就很富有 一个社会制度 一个社会一个制度 一个行业 一个人 当你如果宣称 有一件事情是真理的时候 你就会为了维护你这个真理 而产生对抗跟冲突 假设有一个人认为 他的政治制度是最完美的 那别人的政治制度 他就不能接受 觉得他们就是妖魔鬼怪 那这样子的话 他就会树立起对抗 冲突 战争 所以 我们要鼓励一个就是 开放性的社会 而不是封闭性的社会 然后假设你如果只是单一思考 只能接受一种逻辑的话 你就是一个封闭社会 然后假设你认为一个制度是唯一的真理 那你就是一个封闭社会 你要能够容下各种的言论 各种的制度 那宗教也是一样 所以为什么会产生宗教战争 因为宗教之间彼此都宣称他们自己的宗教是真理 这个就产生宗教战争 这个宗教战争到目前为止还是持续的 不管是种族或什么 其实隐含背后还是一个宣称自己是真理的人 才会产生这种对抗 所以你要了解世界没有真理 你才不会有对抗 我们要用开放的社会心胸 接受有可以错 接受你的理论会错误 你才能够看清事实 房地产有人说中国房地产他过去15年涨12倍 那我说QQQ11年涨13倍 你15年涨12倍 年化报酬率18 你11年涨13倍 年化报酬率26 所以我还是建议卖料房子来投资吧 世界上没有确定的事 你不要去预测市场 你资金就是要接受 你如果买进短期当然会震荡 对不对 容错率投资是必要之二 所以假设你当初有买一只股票 他买下去就跌下去 后来又涨上去了 假设你特斯拉当初1800买下去 跌跌跌到1500 那你吓到你卖掉 那你就完了 现在已经3000多了 对不对 分股之前3000多 所以1800跌到1500 那种惊吓我可以理解 可是你要忍过 因为那是不存在的 在未来来说 那个不存在 不要 所以容错率是投资必要之二 你要接受有短期的震荡 那还有就是你投资的错误 真正的错误 那你要修正 比如说你以前一直操作 一直操作 那你就是要修正你的错误 才能接近投资的真实 投资的要赚钱就是要发现市场的错误定价 比如说你想特斯拉它的商业模式这么好 你想PayPal它的应用程式这么好 那市场才给它这么这种价钱 对别人来讲200多块的PayPal 600多块的这个特斯拉好像很贵 对我们来讲觉得它商业模式非常好 以后会赚更多钱 那就是市场定价错误 那你就得到机会 所以我们发现市场的定价错误 这个公司这么好 竟然那么便宜 那你就赶快买 就这么简单 那买指数也是OK 不用去想这些事情 如果市场有大跌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那你应该用力的去接 懂吗 这里讲的就是 当你获得名跟利的时候 你想要做什么 那Open 让大家去想一下 你想要做什么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你有10亿美金的时候你想做什么 那所罗斯去实现它的开放性社会 他去支柱很多封闭型的社会 那结果现在他发现 美国变成一个封闭社会 就是容不下所有其他人 所以所罗斯现在反而一直在美国 促进美国的开放 ARK是一个主动投资 我是不建议大家在ARK投资太大比例 那你多少比例是适当 是因人而异 我也不给你一个数字 那你要知道 他就是假设哪一天ARK被逼着说 你一定要卖掉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你会觉得OK吗 有赚钱的部位不要再平衡了 比如说你买特斯拉 那你现在特斯拉占你三成的资金 你不用再平衡 你不用去卖特斯拉去买别的 不要去割花种草 你应该要去让花园的花越多越好 这是我们的标准答案 买QQQ七成各股三成 你要百分之百的买QQ 当然是可以 或者00757或者台积电 当然可以 可是不要问 我每次讲这些标准答案ABC 有人叫问CDEF 我的建议不是最好 可是对一般人就错不了 如果你是一般人 那你就照着标准答案写 那你就会得100分 那你要自己创造答案 那就自己负责 自己分析 你提供我资讯 当然OK 你说James看看这个 当然It's OK 给我opportunity 可是有些大部分我都没有用 我就不看 自己研究当然是对 你如果要做一个比较有掌控欲的 那你就自己 可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面对上千上万人 那我们的答案就不能变来变去 不能每一个人给不同的答案 几千个答案 我到时候也不知道我哪一个人 我给什么答案 对不对 所以我只能有标准答案 OK 你有你的答案很好 你有自己的思想很好 你有自己研究非常棒 可是我的标准答案就是QQQ7成 个股3成 单一公司不要超过5% 随时买 有钱就买 长期只有大师帮你救富有 就这样没了 OK 那你要问多 你要做多研究非常好 可是你如果没有那个能力去分析 那你就用我们标准答案 你就富有 帮小孩买保险 帮小孩买保险 重要吗 还是什么 这个保险重不重要 我不跟你谈 然后我谈的是投资 你如果你投资角度 保险就是亏损了 你小孩健健康康的买健康保险干什么 电动车市场很大 苹果如果要做电动车 那特斯拉股票应该涨更多才对 因为代表这个方向是对的 那还有苹果的电动车 它一定是纯电动车 那苹果的AI应该是比不上特斯拉AI 我知道它是用LIDAR的话 LIDAR的话 那我就认为它是错的方向 它做到LV5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一直在讲LIDAR只能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形状的东西 可是它不知道那形状上面涂的是什么颜色 LIDAR只是射过去反弹回来 它不像摄影机照相机有颜色 也可以去图形判别 它可以知道上面写一个情改道 它不知道 那个LIDAR不知道 可是摄影机知道 AI知道 所以啊 我很高兴苹果能够做 如果它能够做电动车 我觉得还OK啦 不做也没关系啦 做也OK啦 所以 可是你知道苹果如果要做电动车 那代表特斯拉站的位置是多么棒 所以特斯拉应该还会继续涨 索困越多 屏幕上去就越大了 你输入金拿到有钱人拿去买股票 没钱人就去花掉 那又造成整个业绩就上涨 所以你会发现 索困越多 经济越好 那股票上涨 有钱人就赚更多 那没钱人只是把索困金花掉而已 数位货币 大家要知道 这里是一个典范转移的 最近我就慢慢发现 数位货币很重要 它是一种数位商品 可是它也是一种金融的记账 它本身就是成为货币 国际货币的交换机制 美元将将受到挑战 美元区别的趋势可能就形成 就要一直扁下去 因为很多人不需要美元了 有人就请马斯克 赶快把他的资产现金 美金现金部位 转成比特币 这个趋势已经形成了 因为很多国际上的汇款 都要受到美国的监管 SWIFT SWIFT 其实虽然是在瑞士 其实受美国的监管 美国要制裁谁就制裁谁 用美金制裁 那你现在不要用美金做货币 管他制裁 像他现在要制裁 中国的银行 或者是中国特首 香港特首他制裁 那很多银行就不敢给香港特首开户 那因为为什么不敢给 因为他美国会禁止这些国家 这个银行用美元 他就汇款汇不出去了 这些银行就无法汇美金汇出去 跟国际做汇兑 可是如果今天用数位货币 那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以后大家国与国之间 银行之间 都是用数位货币在汇款 就跳脱美元的霸权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那美金的需求量会降低 美元下跌趋势应该形成了 这是比特币 你去网路上找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重点讲一下 就是 他是有 2100万个 最多就这么多 他到了2140年 可能就会被挖光了 那他可以经过 不用经过银行清算中心 证券 支付 避免高手续费 还有避免监管 OK 他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资产转移 假如你用比特币 你可以把资产转给你小孩 没有人知道 比特币区块链在一定时间能够接受交易量有限 比特币区块链交易量有限 每10分钟只能2500笔 所以为什么Square跟PayPal 他们可以做比特币交易 因为他们等于就是中盘商 你们就不用到区块链去交易 他是瞬间交易 那中盘商就给你个价钱 你就交易了 他是最小的计算单位 所以比特币最小可以把它拆到1万分之1 假设 一块比特币就变成1亿的话 一块比特币涨到1亿的话 那这里1分之1就是1块美金 那假设一块 一块比特币是1亿的话 那2100万个的话 那就是2100万亿 2100万亿 那美国现在QE才1万亿 9000万 9000亿而已 如果是1万亿 那就可以做2100次的QE 那美国的GDP 如果我记得没错是50的话 那这个2050万亿 50Tillion 50个Tillion就是10亿 100亿千亿 50万亿 对 那就除以50 等于就是42个美国的GDP 42个美国的GDP 所以这个量够大 所以比特币这个量 它如果涨到1亿的话 当然不会现在涨到1亿 就看现在的需求 而且这2100万个比特币也还没挖出来 所以现在整个比特币总值我也不知道 不过就是说它现在就是全球以后的汇款可能都会透过比特币 当然不是一日发生了 它正间慢慢发生 所以大家要关注比特币 应该是说美元会持续走扁 会比过去走扁的厉害 那你不应该拥有美元 应该说你不应该拥有现金 你拥有比特币可能还会稍微上涨 你买进基值数还会上涨 这是PayPal 我的PayPal上面就有这么多功能 然后我们讲一下就是说 这个是你看我用PayPal支付去买巧克力的 这用PayPal去支付 我帮我女儿买一户画的 那这是PayPal帮一个圆报 我们CLC的California的课程的 这是我付的 那PayPal可以做什么 你看它这里可以特为条码做支付 像支付宝那样 它可以付款 它可以收款 它也可以买加密货币 还有更多 那更多就是这边 二维码收款 发售银行存款 可以众筹 它可以做众筹 所以说我们现在我要去玩 请大家捐赠给我钱 让我去欧洲玩 那你是一个流浪狗之家 那你要众筹 提现把它转到 你的PayPal的账户的钱 转到银行去 为了某些目标 你可以把这里面分很多账户 旅游账户什么账户 为了某些目标存款 你可以捐款给慈善机构 获得一些商品优惠 这个就是这些工人 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 那你可以在私底店充足 在私底店充足很重要 为什么 有一些非洲国家 他们附近都没有银行 可是他们附近有个杂货店 那他们收都是收现金 所以他可以把现金拿到这个杂货店 说帮我储值100块 那就可以储值 我不知道台湾的PayPal 可不可以到7-11储值 也可以去实体店 去7-11领现金 这大部分都给非洲国家了 你也可以存支票 你也可以支付账单 你可以设置直接存款 还有可以拿到现金卡 Cash Card 也可以有信用卡 你也可以为你的公司制定二维码 收款 你也可以买卖股票 就A Coin 不好意思 这讲到口干 好 这个PayPal可以买Bitcoin PayPal可以买Bitcoin 你知道Bitcoin跟Bitcoin Cash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不太一样 我是 我如果要买 我是买这个 那他也可以买以太币 他也可以买这个币 那在XQ的话 那就是买比特币 这个就是买比特币 那就这样 那你们如果在台湾 台湾不能用XQ的application App没有 可是你们有PayPal的application 你们去download 用一用 告诉我一下 PayPal在台湾有什么功能 因为每个国家 每个国家的金融法律 跟它的权限 如果要我建议 当然就是单笔买进 不要分批 单笔买进的绩效比分批来的好 有人说买富邦科技 不要去买 我是建议你在台湾的人 不要乱买基金 台湾的基金很烂 你台湾基金我看来看去 只有一个ETF 就是00757 这是百分之百复制的 那这个绩效就不会太长 那不然就买台积电 那不然就买我们一般的基金 四支基金 不然就是买富邦头QQQ 这样子 不要乱买 不要乱买 投资不能随便乱买 OK 好 投资要禅定了 市场震荡跟我没关系 国际局势也有我无关 反正市场分析 那边胡扯八道的 跟我也没关系 任何财务报表没关系 你等到看到财务报表 才知道这个公司的好坏 那你也太low了 你要懂得商业模式 经济局势跟我没关系 OK 所有的一切都跟我没关系 我们就是买进持有 长期不卖就富有 一切都跟我没关系 市场 无视市场的声色起伏 就是这样子 那你要达到无的境界 你投资才会安心 好 我们的很快再把我们今天所讲的 资金赶快投资市场 不要有自己的想法 OK 索罗斯认为投资要成功是尝试直觉 而不是计算 持续量化宽充货币 永远利率将永远停在低点 所以借钱 借钱 赶快把IRA转到Roth Room我还是看好了 那你短期如果有亏损的 你应该去实现亏损 转到别的标的 不要再买回Room 越有经验的投资者 越仗越高了 你们就越担心了 越想操作了 市场有风吹倒动 你又卖出买进 卖出买进 你 你只有 你赚不到钱的 游浴者只会让股价越来越高 台湾投资者三千块就可以买基金了 不要做劳工 要做资本家 做公司的老板 美国的货币全球的灾难 所以你知道美国就是用这个金融侵略 金融海啸 搜刮所有全世界的资产 你辛辛苦苦做了二十年的 去积枕了一些外汇存体 几次的金融风暴 就把你的资产全部掏空了 又回到二十年前 所以投资理财教育是唤醒民族自觉 跟百姓自觉 你要做老板 不要一直做劳工 那我们整个民族要只懂得 现在其实遭受的是资本侵略 OK 投资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 你要接受错误 你才能够买下去的 你就是百分之百 要能够赚钱才感动 那你就是永远下不了手 那你知道 给你百分之百 就是长期持有 你就会赚钱 社会福利金越早领越好 安稳的退休 在于你的资产有多少 而不是在于你投入市场的风险 你投入市场的风险是 你买进QQQ你就安全 可是你如果乱买 你就风险高 这些都跟年龄没有关系 选股就像选配偶一样 要非常小心 你一错了 你就终身遗憾 所以要小心 那不要选太多了 一两支 三四支 五六支 够了够了 擁抱开放性的社会 我们做人生 我们要可错论 你要接受错误 你也要开放你的心胸 接受别人的言论 那其实美国现在越来越走向封闭社会 很不好 所以所有都是要花很多时间来纠正这个问题 可是不是你想做就能做 政治的问题 有时候个人只是堂被党居 没有用 房地产的回报 有时候你短期看起来十年二十年 看起来很好 其实股票市场回报比房地产更好 世界上没有确定的事 所以你不要去预测市场 你的预测都是垃圾 发现市场定价错误的人 才能够在市场里面获得超额报酬 你知道 那你怎么发现这个市场定价错误 你要从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是大家比较难懂的 那另外一个 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发现商业模式的话 那你就买QQQ 还有就是市场一下跌的话 大跌 巨跌 崩跌 那就是市场的定价错误 你赶快去用大力的买进 你要想想看 你货有十亿二十亿三十亿美金的时候 你想干嘛 不太建议投资太多的ARK 你投资不用再平衡了 不要去割花种草 你不要减花种草 我们的标准答案就是 都买QQQ指数 你可以买个股 不要超过5% 就这样子 就是你个股的比例30% 那每支个股不要超过5% 不要买保险 不要买保险 然后苹果要做电动车 那特斯拉应该涨更多 因为代表这个方向是对的 书棍越多 贫富差距就越大了 比特币数位货币 会是未来的主流 世界金融的交换 就是会透过数位货币 比特币 OK 你各个国家有自己的数位货币 那是你国家的事情 以后货币数位化是确定的 可是每个国家还是有自己的币值 那比特币会做成全世界货币的交换机制 Swift会被淘汰 美元会持续下跌 那你们 我建议大家去 台湾的PayPal 那你们台湾的PayPal 有什么新的功能 跟我讲的有不一样的 你可以留言让我知道一下 因为我没办法download 台湾的PayPal 我都是美国的APP 有钱就买进 单笔的绩效 还是比分批来得好 那台湾的人 就买台积电跟00757 台积电就是台湾 美国的你买00757 就是FANG的Plus 十字股票 够了 因为这是一个被动基金 百分之百复制的 所以绩效还不错 一年有 今年到现在有90% 那是非常好 你就买进 买进持有 好 我们今天可能就聊到这里了 记得大家留言 按赞分享 好不好 好 谢谢各位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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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